大家看我这一棵茶花 长了很多新芽出来 而且现在这个新芽叶片 已经开始慢慢的变成森绿色 那么这种状态就证明 开始慢慢进入到生殖生长 也就是要准备长花苞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给它使用一些 能够促进开花的肥料 因为茶花比较洗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多给它补充一点肥料 尤其是这个有机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让它开花多 所以给它补充有机肥的话 可以用这种脱脂的股粉 它的菱颜素比较高 能促进开花 又能让这个土壤肥沃 又可以强壮根系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结合水肥 比如说零缩的金甲 对水浇灌 同时喷洒叶片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它从根部吸收 还有从叶片吸收 足够的菱颜素 来促进它花苞生长 不要等到出现花苞了 我们再给它补充 促进开花的肥料 到时就完了 那么等到我们发现 这个新芽的叶片 完全的跟老叶片 差不多一个颜色之后 就可以适当的给它控水 因为控水 有利于它花苞分化 让它开更加多的花 好了 这就是养茶花的一个小计较 我们下期见